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我們說大國的局勢 跟以前不一樣 現在的中國 不再是二三十年前的中國 在習近平的帶領之下 我們看到了 習近平他提到的強軍夢 為什麼央視要曝光這些影片 絕對是有他的原因的 他就要讓他的老百姓看看 習近平的強軍夢 我們現在的大國夢進展到哪裡了 我相信了 習近平他也提出了 這一些新的戰略武器 也包含了剛才 習率將軍一直在講的 現在的軍人越來越少 中國大陸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你有這麼多的武器 誰上戰場 那大家當然不想要 自家的小孩上戰場 無人機 未來的新趨勢 還包含現在的戰機 跟以前這掛彈量也不一樣 殲16他的掛彈量 載重最大到12噸 轟6是9噸 戰鬥機殲16 他可以載重到12噸 這是釋放出了一個什麼樣的訊息呢 當然這個 他這個數據我是有一點存疑 因為飛機它是要靠這個聲力 就是風把它頂起來的力量 那有兩個條件 一個就是說 你飛機的翅膀夠長夠寬 那麼承受的空氣氣動力就高 第二個你要能動 你要後面很大的推力 你知道吧 推力跟這個佛生力的意面 是有一個比例的 那F1016的體積 雖然是在它千級戰鬥機裡面是最大 它叫戰轟機 但是也是比不過紅6 所以除非你有很強的推力 推力大 翅膀就可以小 我想觀眾大家都記得 我們國軍有一個F104 看起來就像個火箭一樣 兩個小小的短翅膀 我們那個時候為什麼要買它 它是全世界最高速的攔截機 台海只要有問題 哪怕是共機先來 它都可以很快就趕到戰場 但是它因為翅膀小也有缺點 就是低空空氣密度不夠的時候 它就容易墜機 所以在空軍裡面曾經叫它的外號 叫飛行棺材 飛行棺材 所以這個我們對解放軍這個T16的數據 它的推力我們不知道 不能算 因為我們一概的印象裡面 解放軍的這個飛機的發動機的推力 始終比較是它的短板 那最近研究了什麼太行啊 這些新的可能是有彌補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對這個數據是有點存疑 但對T16的作戰能力我是非常肯定 它既能戰鬥又能轟炸 這個對台灣來講它傷害比較大 是 T20它是空對空 是自空為主 就是天上我跟 你敵人來的飛機我都可以幹掉 空中殘鬥 它可以掩護後面的飛機進來 就像這個老母機保護小機一樣 所以它後面可以跟無人機 無人機可以擔任攻擊點的作戰 它也可以掩護F-16 這種戰轟機來進行地面的轟炸跟掃射 所以這個每個飛機它有它自己的基本功能 那麼T20它為什麼要雙坐呢 就是前面的駕駛員 在做飛行纏鬥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可以操控無人機 所以換句話說它一機可以帶了很多 不需要犧牲人命的 造價比較便宜的 各種形式的無人機 來做各種不同的任務 它不會用那個隱形的那個 後面跟的無人機 那個是很高級的 那個不是對台灣的 我覺得它不值得用這麼高價 它大概是對付關島的 那對付台灣它很多無人機 很多種類 你看每一種飛機的每一種飛彈 都是根據特殊性質 你像反覆射雷達 專門打下雷達的眼睛的 就跟著你雷達一開摸 它跟著你的波幅 它的飛彈就把雷達這樣幹掉 所以無人機就可以擔任很多種 帶各種不同樣的飛彈 所以我們將來面臨的威脅是很大的 因為它的機種很多 它的彈種也很多 還有一個它超音感美的是什麼 A-1020的空對空的飛彈 射程比美國的Evra 還要遠20公里 換句話說 我在你打不到我的地方 我就可以打你 所以這個東西 加上衛星可以抓得到 逆行飛機 逆中飛機的行蹤 所以這些東西 雖然美國空軍是在全世界 全世界算是老大哥了 但是現在這些彎道超車的東西 也可以一直相抗 差的就是訓練的問題 等一下再講訓練 對我想說 帥將軍那你直接幫我們補充好不好 最近在訓練的部分 因為這是英國BBC它曝光的消息 30名的英國前飛行員被招募到中國 他們可能在第三地受這個訓練 但是他要學的是什麼 他不是要學怎麼開飛機 他是要學戰術戰法 我講你在看那個拳擊拳王都 有一個練拳的時候 兩個對打 然後還放對手的電影片 對打對手是擅長左支拳 還是右支拳還是左勾拳 這個東西啊 國軍以前也有過 叫假設敵部隊 美國我去參觀過 他的Ford Urban基地在加州 他整整一個蘇聯團 用的軍官是學俄軍戰術的 他最高的指揮官是個上校 我見過 他是從頭到尾學蘇聯的戰法 然後他沒有蘇聯的戰車 他就從友邦國家買一些T72這些戰車 戰車不夠怎麼辦 他把他那個巴登式的那個戰車 外殼改裝就跟俄羅斯的組裝戰車一樣 然後他用俄國的戰術 俄國的坦克 跟美軍進去訓練的部隊做對抗 前面用馬爾斯對抗 後面用士兵對抗 但是不打實彈 就是說你是喜歡怎麼樣後退包圍 你什麼那是戰術 我們到空軍飛行員到美國去那個 Top Gun裡面去訓練 也是參照他們的戰術 空軍戰術很多啊 什麼高低配什麼東西 他就是把美國訓練那些 AUKUS這些盟國的軍官的 退休的英國的是吧 你們都很熟悉美國的戰法 那麼他把他請來跟解放軍的飛行員 在天上做模擬戰鬥 你們最近看那個漢威戰士那個電影 就已經很清楚了 Tom Close就扮演敵擊嘛 扮演敵擊從你哪裡鑽進來打你 哪裡逃逸 你完全要知敵 知己才會百戰百勝 是 所以這個事情啊 是用花鈔票就可以辦到的 高薪嘛 那自然現在 864萬 對 年薪800多萬 一般的飛行員 尤其是退休的飛行員 他如果不是跟民航駕駛的話 他這筆是很可靠的收入 是 而且美國現在發現這個問題才禁止 但是已經開始做了很久 可能應該為時已晚了 對 為時已晚 這個重賞之下還是有勇服 是 因為像現在不是逼 這個中國大陸所有的高管的 這個半導體的高管要回美國嗎 但他們已經幹了十幾年了 他要考慮 回美國有沒有這個前途 有沒有這個位置 鈔票還是最主要的 最可靠的 這個東西 我想將來還是有了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